今年最受期待的台剧来了 卡斯廷配尺度爆棚 我们与饿的距离之后 甲敬文吴康人再搭档 画面修饰到需要厚厚的马赛克 可嘉燕也一概想见你中的情形形象 上演了突破常规的激情戏码 台湾第一代多七天后比利 睽違音批十年再回归 奉献出各种妈的爆炎名场面 例如你在床上肯定死于一条 这不是我的一传啊 不过与亮瞎眼的阵容相对的 是两极化的评价 有人猛夸 共鸣强烈到哭了一顿眼泪 有人痛批 再强大的卡斯也撑不过五级 不过话说 妈别闹了 却被称为一部全员二婚的催婚大剧 还被骂为卡斯诈骗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里是巴爪鱼 天天把明星拯救不开心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这部卡斯诈骗的催婚大剧吧 天天看明星 拯救不开心 妈别闹了 改编自真人真实小说 我妈的异国婚姻 用荒诞跳脱的风格 演绎两代女性的婚恋焦虑 大姐 甲敬文士 是个国中语文老师 四十多岁 仍然单身 上一段感情 还是十几年前的事 因此 常被王妹妹说 因为一个男人心里扭曲 二姐客家厌世 是个渣男制造机 大到房租 小到买衣服 男朋友的开销 全是二姐在富 但渣男却不止一次 被抓到出轨偷吃 甚至同时交往多个女生 成了大姐口中的烂人 连疯狂催婚的王妹妹 都看不下去 眼界谁都靠不住 又不想真的孤独终老 王妹妹决定靠自己争取幸福 还用澳洲有个女儿们打赌 看谁一个月之内 先找到结婚对象 她弃而不舍 在婚联网站上疯狂配对 但就像世纪家园网 频频爆出丑闻 处处是骗子昏托一样 王妹妹的奔献现场 也状况百出 从直接炫耀存款的臭皮男 送一袋烂苹果 却要白漂牛排大餐的小气男 到饭前要吃 一大把要的病重男 一边说着想念王妻 一边邀请王妹妹 去家里玩的门骚男 都让王妹妹疯狂 给大姐打电话求救 大家总是说 他们演技怎么怎么好 但我想说 他们的演艺其实都是来自于生活 更重要的是 一群全员二婚的演员 怎么能拍出最强的催婚大戏呢 首先就是亲妈扮演者比利 比利有过两段婚姻 比利的第一任丈夫 她未公开 是西班牙与菲律宾的婚学儿 两人在一起育有二女 第二段则是周汤豪的爸爸周宇侯 年纪比利小了四岁 在那个年代 姐弟恋的婚姻 足以闹得满城风雨 不过 比利这段克服了舆论 两人踏入婚姻 无奈老公外遇 还发生家暴 两人离婚收场 但没有想到 生了孩子后 周一侯暴露了自己的本性 不仅脾气暴躁 还在外面沾花惹草 周一侯出演风月片 天使星爆火后 人也彻底飘了 和剧组的一些女演员 闹出了不少绯闻 还因为打人 被剧组列入了演员黑名单 失去了工作的她 只能在家里 问妻子要收货费 周一侯不挣钱养家 好在比利的收入高 日子倒也勉强过得下去 但是周一侯却频繁出轨 为了孩子 比利往往都选择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让人无法忍受的是 周一侯越来越过分 竟然又出轨了兄弟的妻子 这一次比利忍无可忍 直接就去找她 走在一条街上 比利看到周一侯 和几个小混混在一起 比利气不打一处来 走上前大声训斥她 我到底造了什么你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周一侯觉得 妻子在朋友面前说她 让她非常没有面子 非但不承认自己出轨的事情 还对着妻子一顿羞辱 说出各种恶毒的言语 给了比利一个响亮的耳光 比利也还了手 两人扭打在一起 令人感到气愤的是 周一侯还叫旁边的朋友帮自己 于是有两个小混混 直接摁住了比利 有一个人还扯住了她的头发 周一侯掐住妻子的脖子 不停的抽打比利耳光 如同对待生猪一般 周一侯又一脚接一脚 往比利的肚子上踹 直到半个小时后 周一侯才停手 比利趁机大声呼救 没想到 这反倒惹怒了周一侯 直接脱光了比利的上衣 又是一顿拳打脚踢 比利根本不是这些男人的对手 只能苦苦求饶 那时候来了很多人围观 比利恳求别人报警 求求你们 求求我 求求你们了 快报警吧 但是周一侯却威胁 围观的群众 要是谁敢报警 就给我等着 一些路人感到害怕 只敢躲在远处观看 直到一个多小时后 有一个年轻男子 实在看不过去 也没有畏惧 男人的恐吓 报了警 警察到了现场后 周一侯和几个小混混 才慌忙逃窜 任何人都要脸面 更何况 比利还是一个大明星 被丈夫当街巴一殴打的事情 瞬间登上了各大报纸 因为这件事 夫妻俩也彻底决裂 几天后就离了婚 比利一人抚养三个孩子 因为婚姻两次受挫 比利险些崩溃 多次尝试跳楼轻声 但是因为舍不得孩子 最终咬牙撑了下去 经历两次失败的婚姻后 比利也不敢再爱 一次上节目的时候表示 就算我对一个人很有好感 至少也要和他喝十几次的咖啡 交往几年 才可以判断一个人是否靠谱 不过我们话说回来 自己都不敢再爱的人 能演出催婚的急迫感 也确实是演技很棒了 而除了妈妈扮演者比利之外 大姐贾静文也是二婚 贾静文31岁那年 未婚的他与上海富商之子 孙志浩恋爱 当时亲友反对他 可以怀孕的他 还是嫁给了他 富商之子 自有美女追 婚后他绯闻不断 而贾静文正规拍戏 可气的是 在他产女的前一晚 有人拍到他 与一美女在车内的亲热照 花心的人是改不了的 他不但不改 反而对他施暴 所以他们婚就离了 可是前夫却将女儿带走了 作为母亲 四个月见不到女儿 那种痛该是多难受啊 最终法院将女儿 判给贾静文抚养 前夫只贪誓 苦命的女人 就不可能改变孕运吗 二婚的女人 就找不到真爱吗 答案是可能的 贾静文在41岁那年 一个小的9岁的 台湾演员修杰凯 走进了他的生活 在开始他不同意 认为年纪相差不靠谱 记住一段时间后 才发现对方诚实 第二年他抛妇产下大女儿 43岁 生下二女儿 二婚嫁的好 并非是说找对了男人就好 正如贾静文所演的 同在屋檐下一样 两人朝夕相处 年复一年 哪有不想碰的 所以大姐贾静文第二段婚姻十分完美 在剧中却不想再爱了 不得不说 她确实挺有反差的 除此之外 还有二姐柯家燕 很多人都说柯家燕 长了一张有故事的脸 而她的故事藏在两段婚姻中 一段是18岁的时候 叛逆的何初恋结了婚 当时因为父亲的离世 她觉得应该要把握好当下的幸福 但是由于年纪尚小 婚姻中的两个人都很不成熟 这段婚姻仅仅维持了两年 就已离婚收场 出道后 她结过婚的消息被曝光后 她解释说 其实那场婚姻更像是 一段恋爱 然后分手的经历 另一段就是她现在的老公 谢坤达 2012年 两人因为合作电视剧 我们发财了 日久生情 开始交往 2017年底 经过五年恋爱长跑的 两人登记结婚 2018年 两人不办婚礼 在这场婚姻中 柯佳燕是幸福的 老公会给她惊喜 如今的柯佳燕家庭美满 演技得到大众认可 事业凭借 想见你更上一层楼 不管是18岁冲动的婚姻 还是之后的种种经历 她都很坦然 如今30家的柯佳燕 没有一般女演员的中年危机 她总认为 人生还是要留一点给自己 我就还是我 我就是那样 总结来看 不敢在意的老妈疯狂催婚 现实中婚姻美满的两个女儿 却是一个不敢爱 一个端着渣男不放 咱就是说 这个戏剧是真的戏剧 其实妈别闹了的主角团 每一位都有着 足以成就角色的丰富人生 这也是为什么有人会说 这部有卡斯诈骗的嫌疑 妈别闹了 作为一部女性主题的剧集 在前期备受关注 有人甚至期待能看到 第二部俗女养成记 但剧中不管是女性的自我探索 还是家庭情感部分 在完整度和深度上都不够尽如人意 闹剧之后的自我和解部分 也呈现得有如隔靴搔痒 对于这部剧而言 与其说是愤怒 不如说是遗憾 在平台选决制作一整套满汉全息标准的配置之下 只做出了一碗夹生的饭 观众拿着筷子吃与不吃都可惜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对于这部剧 我们理性看待就好了 你还知道其中哪些卡丝照片了呢 欢迎在下方的留言区讨论哦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啦